哈囉大家好我是艾文 好久沒有拍片啦 突然覺得面對鏡頭有點生疏 不過這邊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們講一下 因為之前我都是固定會周更 有可能的話我都會固定周更 但是現在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可能之後沒有辦法那麼長周更 可能會變成不定時上片 因為工作再加上拍影片這樣子 真的會太累 真的有點累然後有點忙 所以之後上片的時間可能會改 不定時或者是兩週一支影片 好啦那今天影片要拍什麼呢 今天因為我最近也不知道拍什麼 突然沒有靈感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來拍一下 而且我好像也有一段時間沒有分享 我近期所買的戰利品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你們分享 我近期買了一些走工七樣 七樣戰利品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樣戰利品就是這個卡夾 這個卡夾是來自小CK這個牌子的卡夾 小CK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那我買這個卡夾其實有一個故事啦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頻道分享過 就是在去年七月的時候 我皮夾 BV的皮夾被偷了 因為其實平常常用的東西 我都會放在這個Humanmade的小零錢包裡面 那我BV的皮夾就是放一些可能不常用的 所以當時錢包不見的時候 我沒有特別注意我的皮夾還在不在 不過我覺得還好是證件它沒有把我弄走啦 不然我覺得光補這些證件的話 可能比損失一個皮夾還要更麻煩 所以這種皮夾被偷之後我證件其實都是亂放 就是放在一個固定的格子 就會比較雜亂啦 然後一直以來我都想買個卡夾一直找不到 不是太貴不然就是不實用或者是自己不喜歡 然後只要前陣子我就想說 欸不然我去小CK看好了 因為畢竟小CK也是屬於女性的時尚品牌 結果就光光光就看到這個 欸我覺得論它的價格 論它的外型 論它的夾層 我覺得都是我自己可以接受的 那這個卡夾就給了你 1 2 3 4 5 6 7 7個夾層 這個卡夾的材質就是使用NAPA的PU合成皮 它不是真皮 它是合成皮 但是我覺得摸起來還是算有質感的 然後表面也不是素面的 表面是有壓紋的設計 然後在正前方這邊就是給一個經典的零格紋設計 搭配一個金色的小CK LOGO 基本上這個卡夾我覺得它可以算是比較偏重性 它也不是完全偏女性 其實男生拿這個也是非常OK的 重點是這個價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 這個卡夾它價格只要590 雖然它不是真皮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設計 我覺得還是算有質感的 所以如果你經常也在找卡夾的話 這個其實我蠻推薦你們的 這個產品型號是CK6-5068-0926 所以第一樣商品就是這個啦 小CK的卡夾 第二樣商品它是男性的商品 女生就可以跳過這一段 但是如果女生想看的話 一樣可以繼續看 我知道以穿搭頻道來講 介紹內褲好像有點太偏題了吧 但是我覺得畢竟它還是屬於衣著的商品 所以拿來跟你們分享應該還是OK的吧 這件內褲其實它是屬於一個好用品跟你們分享啦 因為這內褲也算是我穿到目前為止 我真的還蠻滿意的內褲 至今我買了如果含這兩條的話 我已經有五條這個內褲了 內褲就是這樣子 你們可能剛剛說 哇紅色耶 為什麼會買紅色 因為 那這件內褲的材質我真的覺得還蠻舒服的 而且它是帶有一點彈性的 它的材質是使用95%的棉加上5%的彈力纖維 所以它其實穿上身是蠻舒服的啦 你看這麼短短短 再來就是它的長度 它其實是落在大腿中間偏上一點點 這邊因為礙於畫面美觀的問題 所以我就不試穿給各位看 我就上幾張圖片讓你們看一下 它的長度大概就是落在這個位置 再來這件除了好穿之外 它有兩個點是我非常喜歡的 第一個就是它的彈力腰帶 我覺得這個彈力腰帶 它其實非常的輕膚 所以你穿上身它在腰部這邊 它沒有任何的那種刺痛感 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覺 我覺得它緊貼你的皮膚是非常柔順的 非常舒服的 那再來就是男性非常值得關注的囊帶 立體囊帶的這個設計 這個設計我相信現在所有的內褲 都會有做這個設計啦 那只是我覺得Puma這件設計 我覺得它也能讓你的雄風展現出來 讓你可以挺出你的英姿 但因為一樣畫面美觀的問題 所以我就不試穿給你們看 然後內褲裡面有這個水洗標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那也有買的話 我會建議這個水洗標剪掉 因為我自己會剪掉 因為如果你不剪的話 其實你這樣穿上去 屁股這邊就會有這個水洗標的那種 異物堆積感 我是不是不太喜歡 它的褲長其實是比較短一點點的 然後它其實沒有到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當你早上起來 男生嘛對不對 男生早上起來 有時候就是會興奮一下 所以當你興奮的時候 如果你吃自己個人是沒差 但是如果你是跟朋友出門 然後去飯店睡覺的話 當你早上興奮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小兄弟啊 就會從褲子這兩側的洞 稍微露出來透個氣 我自己就有這樣子的經驗啦 所以如果怕尷尬的人 這點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總而言之我覺得這內褲 是真的蠻好穿的 就是算我自己蠻推薦你們可以買的啦 那這內褲我是在愛買買的 我不知道專櫃有沒有在買 那它一件是只要199 我覺得199算是蠻可以接受的價格啦 重點是它真的蠻好穿的 股票你們喔我現在就是穿這件 我現在就是穿這件內褲喔 那這件的型號是591520002 所以第二件就是愛用品跟你們分享 鋪滿的內褲 好啦那再來就是正常的戰利品分享 首先就是這兩件 那這兩件都是來自29Studio這個牌子的 一件長褲再來一件背心 29Studio品牌前身其實是 以韓國選貨服飾商品為主的服飾店 因為團隊開始喜愛服飾的多元性以及變化性 所以在2016年就創立了29Studio這個服飾品牌 設計上基本上是以剪拆的多樣性 以及商品的質感去把關 那29Studio的版型也是時下非常流行的寬版設計 重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寬 可以看到這件褲子就真的很寬了 所以如果喜歡寬鬆的朋友 29Studio我覺得蠻推薦你們可以買的 那這件長褲它就是一個非常寬版的設定 它算是一個簡型褲的褲型 然後是做這種機能布料的 它的材質算是蠻厚實的 如果夏天穿可能會有點太熱 所以這件我會比較偏向秋冬的時候穿著 那它的機能布料表面其實是有帶有這種格溫的設計 然後就是兩側給你大口袋 左側口袋這邊就有刺繡29Studio的字樣 而且它是使用橘色的縫線去呈現 我覺得非常有質感 它整件其實在縫線上是有用橘色的縫線去做點綴 我覺得這些點綴都可以讓整件看起來非常的有設計感 非常有質感 這也是我也買這條褲子的最大原因 然後後面的話它並不是給你兩個口袋 它就只有在右側屁股這邊做一個口袋 左邊是沒有的 那這件版型會這麼大 其實是因為Urger Studio 它就只有做單一尺寸 One size 所以它也算是打破我對於寬鬆的印象 我當時看到真的會覺得 哇這也太寬了吧 但是重點是價格真的很便宜 這件褲子它只要1500塊 1500塊我覺得能有這樣子的設計 然後這樣子的材質 看來之後我又可以多一個品牌可以考慮了 那再來就是這件背心啦 背心就是夏天蠻好搭橙色的單品 這件背心整件就是做這種尼龍拼接網布的設計 上半部就是全部用尼龍的材質 下半部就是網布 這樣子的材質搭配也可以讓你在夏天穿著的時候 比較不會這麼悶的 然後胸前兩側也有附一個口袋 其實這個口袋我是不太建議放東西啦 網布這個材質是偏軟 所以你放東西的話可能會垂 我自己是覺得這樣不好看啦 然後胸前左側這邊也有一個拉鍊 那它其實深度也算是夠的 然後這件背心我最喜歡的就是 它在這個位置網布拼接尼龍的這塊 它其實整件這樣子看下來 它其實有點類似麻甲的背心 就是短短的這樣子 然後去拼接網布 而且這樣子的拼接也可以變成一種層次感 那背心的話其實你單穿一件素T就可以很好看了 畢竟夏天也不能穿太多層次的東西 所以背心搭配素T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搭配方法 那所以第三個戰略品就是 這件夾克就是來自Unicro U系列的夾克 就是來自Unicro U系列的夾克 可能可能就覺得說都已經春天要夏天了 你來買夾克 這件夾克現在打完則990 990能不入手嗎 而且它版型真的很讚 我上一次特價影片當中有說過 這件的夾克它版型其實沒有到非常寬 我更正一下 其實它的版型寬度是有的 可能是因為當時我穿著衛衣 然後再套上這件的話 那個寬鬆感是感覺不出來了 但是我最近有T恤在單穿它 那個寬鬆感就蠻有感的 整件的設計就是做寬短的造型 也蠻符合我現在的需求 那整件也是偏向那種牛仔外套的造型 胸前給你兩個口袋 那這邊也是做這種古巴點的設計 但是它也可以全扣 那我這幾天試穿之後 我真的非常喜歡那袖子這邊的設計 那袖子這邊其實是做這種寬 然後窄下來的 所以它在側面的時候看這個輪廓感是非常的好看 整件的材質就是純棉 然後它其實也是有一定的份量 並不會讓你覺得它非常的單薄 其實像這幾天的天氣穿 我覺得還是算OK的 如果你們有買這件的朋友 我蠻推薦你們 像要擺這邊的鈕扣 你們可以給它拆掉 希望你們可能就順便給它扣上去 但是我覺得拆掉的話 讓這條可以垂在這邊 我覺得這樣子能有一個特別的造型感 像這張照片 我覺得這樣子穿 我就覺得就蠻好看的 很特別 我也蠻喜歡的 最後就是這件的口袋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還多 這件口袋總共有 一個 兩個 它側面其實還有 所以三個 四個 裡面它其實也是有做暗袋的 所以是五個 六個 總共六個口袋這麼多 那這件不管在網路 或是實體店 它都只剩棕色這個顏色了 但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這次的U系列 棕色的配色反而是更吸引我 我覺得單純的那種 淺卡夾或是黑色 都覺得還好 好啦所以第四樣商品 就是這件來自 UNIQLO U系列的寬短夾克 推薦給你們 如果是跟我身材一樣的朋友 真的蠻推薦可以賣的 那第五樣商品就是這件牛仔褲 那這件牛仔褲 是來自Levice的牛仔褲 但是這件牛仔褲 它也不是Levice的經典的牛仔褲 說這個我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以我自己的身材 如果要挑選Levice的牛仔褲 我覺得蠻尷尬的 像是經典的501指頭 我的身材很難挑 因為我要寬度 腰圍就是太寬 萬就是褲長太長 那如果我找到 剛好適合自己的腰圍跟長度 那個寬度又太合身 那這件牛仔褲 我覺得就蠻適合我自己的 先說這件是 不屬於女裝的產品 這件也不是什麼特別的型號 它就是單單的牛仔褲 然後是以氣球褲型去做設計 這邊就有一個 Foreign League的標 所以可以看見整件的弧度 是類似那種 簡型褲的版型 其實會從你的大腿那邊寬下來 越往下越窄這樣 然後整件長度是非常非常剛好 算是我終於挑到一件 在版型上跟長度上是 非常符合我自己的 終於不用再拿去改褲子了 這個可能也告訴我 之後可能挑牛仔褲 我要往女裝去挑了 這件除了版型以外 我覺得最讓我會想買 就是它整件的刷色 但老實說它刷色 其實也沒有到非常精緻 非常特別 它就是一件非常淺色系的牛仔褲 但是一直以來 我就對於那種原色啊 或者是比較深色系的牛仔色 我都覺得很不感興趣 我就是對這種比較淺色的牛仔色 就比較感興趣 那整件就是這樣子啦 它也沒什麼特別好講的 就是Device的牛仔褲 經典的皮革標 Device的小咬標 那這件我是在Second Street買的 我是買900塊 如果想買牛仔褲的朋友 可以去Second Street買 在Second Street買牛仔褲 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 我覺得啊 因為價格真的都蠻便宜的 基本上以我自己逛看到現在啦 除非你別除了LVC或是LMC 這兩個CD以外 基本上一般的經典501直銅版型 都落在 六七八九百塊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一條牛仔褲 真的可以去Second Street 哇 好 總之這件就是這樣子 就是第五樣戰力屏 好 那再來就是最後一件戰力屏的 就是這件機能的長梯 那這件長梯是來自日本的一個機能服裝品牌 Volab Outfit Volab Outfit 是來自日本的機能服裝品牌 創立於2016年 以Asica Le Fabric為品牌理念 對於戶外與軍事風格等衣物種類 與布料運用均擁有非常豐富的認識 著重設計輕便透氣保暖 防風雨 抗雨功能的單品 無論是上衣或是下身配件 皆是高品質的展現 以技能材質打造出日常的衣著 這件我是在中商的Happy Select買的 那其實這件也買有一段時間的啦 好像冬天的時候就買了 只是一直沒有穿到它 但是在前幾部影片當中 我好像有拿它出來做搭配過 那整件材質就是以機能布料為主 然後在胸前拼接了一個大大的網布口袋 這個胸前口袋我覺得有一種畫龍點睛的效果 那除了可以放東西以外 那如果你不放東西也可以當作一個造型 我覺得也算是整件的一個重點靈魂之一啦 那剛剛提到材質是屬於尼龍的材質 這件它並不是一般的尼龍材質 這件的尼龍是採用Supplex 的尼龍布料 Supplex 是英威達公司開發的一種尼龍布料 它的手感非常的細膩柔軟 摸起來像是棉織物 那這個尼龍布料的纖維非常的細 然後是多孔的結構 所以排他的功能是非常的好 而且因為是屬於尼龍材質 所以又更結實更耐磨 我覺得一個好的產品是可以用摸就摸出來喔 當時之前在店裡我摸了一下就覺得 哇這件材質質感真的是非常的好 而且就像剛剛提到 這個材質它摸起來真的有點像是棉的感覺 所以穿上身我覺得是非常的輕膚 而且也帶有一點那種涼感的效果 像這幾天忽冷忽熱的天氣 我覺得穿這件就非常適合了 那這件還有一個設計我非常喜歡 就是頸部這邊羅紋的設計 這材質也是屬於非常輕膚的材質 我覺得這個材質有點像是那種頸身褲啊 一家褲就是那種運動護料的感覺 它穿上去的時候可以讓你脖子這邊比較貼 然後也會非常的舒服 不過缺點就是因為它是偏比較柔軟的布料 所以它並沒有辦法像一般可能這邊是做重磅的領子 它可以完全的去貼你的頸部這邊 那這件就是屬於會皺皺的 就會讓人感覺領口好像有點朗朗的感覺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並不大啦 你裡面帶一件黑色的梳梯就可以解決了 然後袖子處也是採用同樣的設計 那這邊設計我就覺得比較好了 這樣子貼你的手臂就不會讓風灌進去了 然後再來就是下擺喔 下擺是有做這個抽身的設計 一樣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看你要全放變成寬鬆的 或者是給它收緊的 最後就是兩側一樣是有附兩個口袋的 所以這件的機能性它其實是給好給滿 算是真的把機能布料去融入到日常穿著的裡面啦 那這件我入手的價格是1500塊 那它其實算是特價商品 應該也算是Blade Outfit 比較早期的商品啦 那這件在搭配上我覺得就沒話說 就是很好搭配一個單品 那所以今天的最後一件佳麗品就是這件 來自日本的技能服飾品牌 Blade Outfit 的技能長題 I'm already scared to begin with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這邊 最近因為工作關係 所以真的比較少時間可以拍片啦 那今天這部影片的片長也會稍微長一點 雖然是補足上禮拜沒有拍片 然後利用這部影片小小的回饋給你們吧 不過有時間我還是會盡量拍片啦 那以上是我分享的張藝萍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講 我都會回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 然後也別忘記按下訂閱鍵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是艾文 我們下部影片見吧 掰掰